现在人家吃牛排已经不上牛排馆子了 你们看看在中国呢 有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帆船牛排 这个帆船牛排呢 顾名思义 为什么叫做帆船牛排 等一下再解释给你们看 这个全部都是好的牛肉 冷藏牛肉有不同部位的 然后呢 他们每次都切好了 一小块一小块 卖完再切卖完再切 然后你就告诉他说有几分熟 然后就付钱 付钱了以后他就帮你煎制 看到了没有 可以啊好棒啊 就帮你煎 煎好了以后呢 这个是上面签 上面签为什么叫帆船呢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 像小帆船一样 然后它上面有沙拉 然后就煎好的牛排 就往我们地方就这个叫做 中国现在呢 最流行的好牛的味道 牛的意思就是很厉害的意思 就是它是卖牛排嘛 就是好牛的味道 然后就牛排就放在这边 就下一艘船 当然它是防水的 嗯 就可以非常在最短的时间内呢 最便利的时间内享受 在好像购物界里面的最高级的 这个牛肉的享受 你看看 而且这个牛肉呢 它车会呢 说说明出处 比如说这个牛肉是从澳洲来的 美国来的 然后边框 很小甜 呀 呀非常好吃哦 嗯 然后把这个牛肉呢 你看看煎好了以后 把它切好 切好了以后就是往这个 像那个小帆船的那个盒子上面 然后这个就上了这个就是帆船牛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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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 打了吗 OK